我就是我的敌务,我就是在这里! 说了这里有野猪出没 绝对不能分开的 而就在这时 带着野猪头装的一只猪 站在小葵的后面 双手插腰喊道 呗 这里是我大山王的地盘哦 人类有什么事 小葵听到有人对自己说话 兴奋的转过身去 可就在那一刻 一只猪直接脑袋短路了 穿着粟戏不知道说什么 而小葵的眼睛差点蹦出来 张到嘴巴 歇死抵着的吼叫道 吓 这一声吼叫 整个山脉里的生物都能听到 小葵害怕的腿都挪不动地儿了 看着一只猪 它不停地在想 什么 这个生物 上面是猪 下面是人 还能说人话 这时 一只猪又开口说话了 喂 不要突然大声叫呀 吓死我了 小葵本言 看着一只猪的样子 浑身不停地颤抖 能汗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心里已经有了结论 总之就是 可怕 小葵不停地哭泣着 母亲快救我 一只猪捡的哭泣 对手有点慌了 将刚刚捡到的巷子 递到他面前 说道 你怎么突然哭了 这 那个 看 这个给你 很好看吧 刚才见到的 小葵本言也不再哭泣 看着一只猪手里的巷子 有点纳闷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小葵见一只猪始终没有拿开的意思 便卡口问道 为什么给我 一只猪没有任何思考地说 先为你在哭呀 小葵有点不敢相信 再次问道 哎 为了我吗 一只猪回答道 嗯 是啊 哭了就感觉心情不好 听到一只猪的回答 小葵立马就笑了 笑得不仅开心 而且还有点害羞 你是个很温柔的猪呢 还以为很可怕 抱歉呢 谢谢你的巷子 光滑闪亮 很可爱 我会好好珍惜的 一只猪皱着眉头 长长地出了口气 得到这个 会很开心吗 小葵笑嘻嘻地回答道 嗯 女孩子都会开心哦 这个富有光泽 感觉很漂亮 很可爱 小葵刚说完 一只猪就紧跟着说道 好 那我要给你去找 更多的光泽巷子哦 一只猪说完 便一溜烟地跑了 小葵伸长手 刚想说什么 可一只猪 根本不给小葵说话的机会 看着一只猪的背影 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 等等 凑 凑掉了 小葵一脸地沮丧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母亲出现了 叫道 葵 小葵转身一看 罗德轻呼道 啊 母亲 母亲长长地出了狗气 说道 哎 抱歉呢 找到你真是太好了 天色一暗了 不敞来的山里很危险 还是早点回去吧 小葵有点犹豫地说 嗯 但是等一下 猪老给我漂亮的巷子 我得等她 母亲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小葵道 说什么呢 葵 猪不可能说话的吧 小葵很确定地点了点头 那只说话了 而且除了头 其他都是人生 母亲也就没有再怀疑 哎 那母亲我也想见见 但是天色变暗就太危险了 不行 说着 小葵就被母亲拉着往回走 小葵反抗地喊道 怎么呢 嗯 那至少 最终 小葵只能在地上 给一只猪留言 然后跟着母亲一起离开 一只猪还没有到刚才的位置 就远远地喊道 喂 我拿来巷子了 当她回来时 在四周打量了一下 疑惑地自言自语 不在 嗯 她发现地上写着 今天谢谢了 向此去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会好好期待的 看得一只猪满头雾水 因为小葵写的这些 一只猪一个字都不认识 时光如梭 当小葵和一只猪 在鬼沙队再次见面的时候 一只猪已经摘掉了野猪头套 露出他那英俊的笑脸 疑惑地问 写的什么呢 呗 葵子 葵子 小葵看着一只猪 小呵呵地说 我叫葵 真是的 怎么了 一只猪 给你这个 一只猪说着 拿起一大把巷子 小葵切住一看 高兴得快要蹦起来了 蛤啦 光润的巷子呢 真漂亮 谢谢你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鬼滅之人 和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 我们下周 parameter 马虎 成功 高兴得剩下 提供的一只猪 年轻的有点 双方